中国女士粉丝特高 中国女士精彩故事 我生活在中原某省的一个地级是 今年四十有余 我身高169厘米体重 56千克 身材较好 我的工作稳定又体面 还常年健身跳舞 个人形象气质 在同龄人中很突出 我也喜欢穿衣打扮 在单位能引领大家的审美 然而 我的情感之路却特别曲折 我的第一段婚姻 那时年少天真 一心只想嫁给爱情 不顾父亲反对 只一嫁给了一个妈宝男 婆婆强势又不讲理 我的婚姻生活充满了痛苦 比如说 有一次 我和前夫吵架后 动了手 邻居让婆婆管一下 婆婆却说打就打吧 反正自己儿子不会吃亏 还有一次 我母亲来接我婆婆 正好有事要出门 她说对我和我母亲不放心 车还没来 就提前把我们赶出了门 离婚前 我和前夫共同生了一个女儿 离婚时 女儿留在了婆家 第二段感情 在第一段婚姻 快结束的时候 开始了 那时 我在国营酒店工作 类似大厅经理的职位 日常接待的基本 都是领导 我就是通过工作 认识了我的老公 Gabriel 那时 爸朋友已经是某事业单位的 副职佬 为人谦和 风度翩翩 对我关心有加 给了我从未有过的尊重 就像一束光亮 照进了我的生活 虽然他比我大22岁 但我还是动了心 相识时 爸朋友已经离异 我也很快和前夫离了婚 我们俩组建了新家庭 没多久 我就调入了 爸朋友的单位工作行政岗 比之前的工作好多了 跟Gabriel在一起的十多年里 我生活得特别幸福 物质充裕 老公优秀 没有婆媳矛盾 生活中 又一定社会地位 作为领导太太走到哪里 都有人奉承一切 都很完美 可太完美了 往往就会出问题 2018年 因为爸保佑单位分管的一个科长 出了经济问题 拔出萝卜 带出泥 后面查出经费 使用不当等问题 Gabriel和单位其他领导 都受到了影响 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刑事处罚 瞬间 我感觉自己的人生 又一次从天堂坠入了谷底 在老公不在家的六年时间里 我开始尝试着自我救赎 接受现实 我辞去保姆 把孩子送入寄宿学校 为老公安排律师 还要顶住压力继续到单位上班 最难受的是 要经受别人的白眼和飞影 我也不想说话 就像行尸走肉一样 我通过散步运动 跳舞 听书 来缓解压力 也就是那个时候 关注了中国女士频道 慢慢地有点适应了这场变故 但我的内心 确实很无助 很孤单 就在我人生低谷的时候 F出现了 F也是今天我想说的重点 一个让我又爱又恨 想要狠狠报复的人 2019年底的时候 我在小区门口散步 差点被车撞到 开车的人 就是F 他是我曾经 在酒店工作时候的一个 比较熟悉的客户 只不过离开酒店后 就再没联系过了 我们互相留下联系方式 才知道我们是 同一个小区的邻居 他问我 跟谁一起生活啥的 我不想把自己的私人 且不光彩的情况 说给他 就只和他说 是我和孩子一起生活 因为小区较为高档 我家有250多平米 他当时反应挺惊讶的 但也没再追问 F做事很周全 也很圆滑 给人感觉 皮帅皮帅的 还有点男人的霸道 比较花心 会玩 面对F帅气的外表 恰到好处的情绪价值 且他出手大方 又会玩 明知道 他有家事 比我大19岁 我还是跟他走在了一起 可能我当时苦闷寂寞 也可能是一个女人 经历过坠落的时光 对性就没那么三针九裂了 记得是我过生日 他出差不再 就给我转了一万块钱 我收了后面回来 我们就在一起了 他带着我 打开了另一个世界 让我看到了很多社会黑暗面 包括对性 都没有我认为的那么圣洁 因此 我也常常被F笑说太天真 F退休后没多久 就把企业交给了儿子 财务大权 给老婆掌管 有很多空闲时间 他老婆也不管他 跟F在一起 我们经常都是玩到半夜 有时候和他的朋友们在一起 他朋友也会带一个女人 也不是老婆 一起 一群人吵吵闹闹 每天我都过得很快乐 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F并不专一 也偶尔有阴阴阴的 但都是只发生一次关系 或者相处很短时间 我一直知道 他比较花心 他就是那种 一天也不能离开 女人的男人 性需求特别旺盛 我平时会有一个多看一些 对男性思维 加强认知的书 学习怎么跟他相处 后面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 越来越多 F对我挺好的 甚至跟我说 我是他这辈子 最后一个女人了 F在金钱方面 也比较大方 具体没有数 但在一起的三四年里 除了在一起消费的几十万 是给过我的 看到别人做美容好 就给我五六万 让我去做 也不心疼 他还要给我买辆车 我们去看过奥迪斯啥的 记得F说是有一笔小生意回捆 就给我买 但我当时因为担心老公出来后 没法交代就没药 期间 我也按时去探视我老公 都是瞒着F的 有一次 我跟F在一起的时候 老公的表弟给我打电话 想 跟我约时间 一起去看我老公 我没办法 当时跟F河盘拖出 因为F也是混证商圈的 跟我老公认识 还有很多共同的朋友 我说了他才知道 我和嘎巴又是夫妻 他当时挺惊讶的 我跟他解释说 我一直在等他问我所以没主动说 F却很生气 觉得是我一直隐瞒 还说自己原来一直在替别人做嫁衣裳 F还跟我说他知道我不能陪他了 我老公快回来了 他要再找一个能陪他的女人 后面他真的边和我在一起 边又找了个女人 对方也是离一尊按摩的 F的手机对我一直不设防 我就看到他从西藏回来后 给那个女人转了钱 我知道他们在一起了 虽然有心理准备 但还是非常难过 我觉得他已经一清别恋了 就决定先下手 跟他做个了断 当时他微信里有不到两万元钱 我当时生气 就全转走了 并且拉黑了他所有的联系方式 断了一星期 他用别人的电话给我打来 问我为啥这么绝 还转了所有的钱 我当时心理不平衡 就说惩罚他 他也没有钱 就挂了电话 他把我从人生低谷带出来 却又把我带进了低谷 我们都对彼此失望了 我越是想就越觉得心理不舒服 就忍不住关注他的动向 我之前绑过他的定位 所以能看到他的行踪 看到他跟那个女人在一起 有时候在那个女人家啥的 我就特别生气嫉妒 我家里这边 老公回来之后 也没有好转 老公失去了所有的收入 跟社会有点脱节 整个人特别粘人 恨不得24小时 把我绑在他身边 把我看得特别紧 让我觉得非常窒息 老公年纪大了 而且回来之后 性功能几乎全丧失了 床上床下都不和谐 两个人频繁吵架 我喜欢的运动跳舞 他都不让我去 女性朋友约我 他都怀疑是不是给我打掩护 老公说希望我像以前一样 黏着他爱他 可是我们都变了很多 我告诉他时间在变 人在变 我没法像以前一样 我说他是受过苦的人 我想跟他一起好好生活的 当然我们的经济压力也很大 老公回来 又加重了家里的开销 现在除了我的工资 没有其他收入 总之 各种无休止的争吵动手 邻居们亲友们都知道 我不会丢下老公离婚 他对我很好 送我250多平房子和公寓等 朋友暗示我离开 我坚定要和他一起 但受不了当前相处方式 回家压抑 我求一周一天自由时间 老公不同意 让他补考科 一拿回驾驶证 让我开车散心 他未占我没去 我渴望空间 现越发怀念和F 风道半夜的自由生活 我心里不平衡 因我家走下坡路 日子不如从前和F 与一女过得很好 从定位能看到 气得长节节 我并非特爱他 只是放不下生气 又不平衡 见他带那女去泰山 日照旅游 更生气觉得 本该是我和他在一起 痛苦时 他去与别人快活后 在情绪左右下 做了后悔事 看到他们去泰山玩 匿名发短信 告知F的老婆 既害怕又期待 怕F知道是我干的 实在太吃醋 太不爽了 里面 至少 字幕製作人